大家好,Honey,今天就是萬眾期待的春裝開箱 去年我都買了很多衣服,例如身上這件質地比較厚實 春天這件,即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兩個星期就變成夏天 所以穿的機會不是很多 但是去到春天了,沒理由轉季不買少少衣服 我們今年收斂點,我們謹慎點,買了兩間店 一間就是台灣的網店,另一間就是香港的IG店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買了什麼衣服用來轉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開箱吧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記得按個訂閱和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有任何消息你都不會錯過 第一間是台灣的AIRSPACE 我記得買的時候是做優惠 任何消費都可以免運費寄來香港 所以裡面都應該多一些內疊的背心 一些比較便宜的單品 因為不用湊一個數目才免運 所以我就有理沒理,買了回來 時間一年我發現我還是很喜歡綠色衣服 因為四件裡面有三件都是綠色的 還有一件跟現在身上差不多顏色 我買了兩件有套的內疊背心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行山的時候 很多時候上身都是穿一件這樣的背心 然後下身穿Leggings再加一件外套就出發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無拘無束 很舒服又不累贅 一件過不用加其他衣服 然後通常我選的款式後面都會很漂亮的 要不就是大U 要不就是這些有交叉的 這樣拍照是超級漂亮的 當然如果去一些難度高的衣服 我都會穿Sport Bra 但有時候輕鬆走一些交遊徑的話 這些真的非常舒服 而另外這一件你會看到上面和下面 都有一些Laze 這一類型的內疊我會搭一些 可能領口比較大 或者是比較透薄的 甚至乎是穿洞的衣服 你穿了它裡面就覺得 不用再穿下衣服 又再穿下衣服 那麼麻煩 這一類型的背心是沒有鋼圈 所以承托力和Push Up的效果都不大 我自己就貪圖過舒適感而已 很多時候都是Free Size 但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因為AIRSPACE的這一款 我發現它的墊 我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在裡面 可以拆出來嗎? 可以啊 大家會看到它是水繞型 而且它們是兩個墊 連在一起的 有這個位置擋一擋 你就不會太怕地心吸力了 而且它們黏在一起 不是兩個分開的包包 你就不怕兩邊分到揚表 一個洞一個西 這個我都覺得是挺好的設計 然後到一件短板的上身衣服 它是一個方領 然後後面有一條帶可以綁 我已經換好了 今年沒有買錯質地了 它是非常舒服 輕身 很適合現在的天氣 熱一點點 都沒有問題 後面綁了蝴蝶結之後 它前面就會蓄起來了 是一個非常短板 很顯理的身材 一件上身衣服 質地方面 是一個很薄的面麻質地 但絕對不會透 另外我還買了一套背心和外套 這一套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我想大家在今季上季 都買了很多這類型的背心外套 銅色系套裝了 其實我就貪它藍藍綠綠的顏色 是比較少見 所以就入手了 而且它的質地 我發現厚薄適中 晚上有些冷的時候 你又不怕冷 下午熱的時候 你又不會覺得很厚 要出汗的感覺 是沒有的 所以我自己都挺喜歡 剛才短板上身衣服 是細碼 然後這一套我就買了中碼 因為畢竟不是一個竹籤手 我就怕太貼身 然後又拜拜肉眼形 就買了中碼 我就覺得真的剛剛好 我在A-Space 只買了這麼多東西 現在我們不如開箱 一間香港的IG Shop Monday Blues 看看裡面又有什麼 這次沒有那麼悶 不是素色 終於有春天的感覺 首先是一件上衣 它的剪裁和質地都是很鮮 然後花紋是很文青 很滋盛 給大家看一下 手袖 完全修飾了 所有拜拜肉 都藏在裡面 然後它這個下擺 是促了你全身最瘦的地方 再散出去 所以你是完全修飾了這個 胃腩 肚腩的問題 質地是雪紡 然後有少少透 但是它不會透到裡面的底衣 我特地穿黑色bra的 完全是看不到的 然後第二件是仙氣走頭 是一個一字薄的碎花長袖衣 這次這件上衣衣 我覺得適合一些女生 如果對自己身材沒什麼信心的話 就適合了 因為它上面有一層層 其實你裡面多豐滿 或者是沒有什麼材料 在裡面也好 不覺得的 它真的有一種飄飄日日的感覺 大家是不會在身材方面的 這件衣服的下擺位 而且袖子都比較長 所以可能要高一點的女生 穿出來會效果更加好 而像我這樣 小顆子的話 不用怕 放了一件衣服 穿一條半折裙 一樣都很漂亮 之後就到這件了 我們擺脫仙氣的感覺 走向型格的路線 行呀行呀 這件我告訴你 約男朋友出街 約心儀的對象出街 贏了 這件衣服的斜薄位 真的是小心機 你看到它差不多開到隔底位 一個大梯露了很多地方出來 但是整個地方都是全身最瘦 最骨感的地方 男朋友又不可以扎人 因為他不算補佬 如果街上有人這樣穿 我是女生 也忍不住回頭去看 他的回頭率一定很高 然後到一件比較斯文 蝦肉式短袖衣 這件素色衣服 看上去很簡單 它的小心機位就在這個袖子裡 你看到嗎 它是向外彎的 所以是修飾到的 拜拜肉 完全被人覺得手臂縮了 是直的感覺 它的質地很輕身舒服 有一點點亮面 我就會去襯一些吊帶的長褲 一些比較斯文 用來上班的衣服 然後就有兩件 比較隨意的T-shirt 這件黃色簡條衣服 穿下去超活潑 它是落肩 速袖 然後下擺都是這樣速度 非常顯瘦 而且它不算很透 很薄 很舒服 很親膚 很滑 但是你看到裡面 不會看到黑色內衣的形 只是若隱若現 看到一點都可以接受到的 而另一件 是紅仔的T-shirt 這件我就不試上身了 因為都是正常的T-shirt版型 比較闊一點 遲些可能大家Instagram 或者其他的影片 都會看到我穿 我就不試了 不過這隻紅仔 真的超可愛 說了這麼久 上身衣服又怎麼會沒有下身呢 首先就是一條碎花半截裙 你看到它下巴又微微向外彎 所以是很修飾到你大腿的線條 加上它是有彈性 還有裡面有一層裙褲的里 所以我最近肥了這麼多 都不怕穿不下 然後它裡面有那個裙褲 就算粗魯一點 可能蹲下 或者是有些風吹起 都不怕走光 最後就是一條牛仔褲 它有什麼特別呢? 大家看看它這個頭 是有橡筋的 有彈性的 因為我趕時間了 所以今天拍不到全身給大家看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它是超有彈性 還有它這個位置收息到大腿是超直 因為它的骨位是向了前一點 不是真的在旁邊看上去 視覺效果是有一個不直的腿型 就太好了 因為我真的肥了超級無力的 還有它這個褲頭位完全沒有燙著我的肚腩 是穿得超舒服 然後還有這兩雙很仙氣的花花耳環 不過我現在就不戴著了 如果想看我戴上去是什麼效果的話 留意Instagram 今次的春裝開箱就來到這裡 是不是介紹了一些很高質的衣服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被我燒到含含聲呢?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星期日,星期日到12點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